大家好,我是Angela Lozilli 首席 很多前期患病者和同友都很關心COVID-19的問題 還有很多人說,糟了,他們中了COVID-19 很多就病毒而死,或者是很重的病 很多都說,糟加火了,現在就算有疫苗,也有很多人打疫苗之後死 沒有問題,或者是病重,有很多不同的反應 我這次很特別是請了Dr.Simon R. 他已經訓練了一千名家庭醫生,是糖尿病的訓練者 他亦給了很多不同的講作 這次請了他在星期六,六月二十六日,三點鐘 或者後患時間五月二十五日,九點鐘 是幫助我們的前期患病者和同友 能夠更加理解什麼叫COVID-19 能夠令到你的糖尿病是有什麼問題呢? 或者是否應該去打疫苗呢? 還有,我們的疫苗裡面有什麼好一點呢? 哪個不好一點呢? 還有,有什麼好處呢? 打了有沒有很大的病發症呢? 還有,對糖尿病人打完之後有沒有好處呢? 所以變成這個是一個很難得的 webinar 希望你能夠真的參加 因為這個是解答了你全部所有 是COVID-19 如果你是打不打針? 是不是有好處或者是不好處? 如果打針之後怎樣? 我希望是六月二十六日三點鐘 見你們能夠更加讓你有個更加了解的糖尿病 還有COVID-19的關係 還有打不打針? 這個是十分難得的好的 webinar 講座 那時候六月二十六日見你們再見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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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